在硬控克什米尔民众和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安全部队开枪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 在斯利纳加星期二发生这起死亡事件之前 硬控克什米尔的最高民选官员 呼吁结束这个喜马拉雅地区的暴力循环 扎默和克什米尔帮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 非赴辛德里与印度总理辛格和其他官员讨论 如何结束动乱的问题 星期一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 与安全部队和警察发生更多的冲突 有关官员说受伤的人当中有39名是警官